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在香港九龙的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大批气息 可以看到警方已经把水泡 已经喷出水泡车的水 这个蓝色的液体 可以看到它喷射的是非常非常的远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前方有任何的民众 所以我们赶快跟着现场记者的画面 来到前方去看一下 前方有大量大批的民众在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警方已经发动了这个水泡车 这个蓝色的水柱喷向的民众 这个现场的画面是从九龙看到的 我们现在在清真寺这一带也都是被展栏的 我们看到大批的防暴警察是往我们这个方向推进 警察是在清理路障也都是在那个全副武装的就是这个都是防暴警察 他们手持那个蓝色的那个就是尺子 然后呢也有后面有警车在跟着 这是在警察署弥顿道这一带我们刚刚看到 在那个喷射了水泡车之后现是有大批的防暴警察是在清在那个推进 所以我一定会去CAPO 我会明天去CAPO 我想问一下我可以怎么称呼你 你叫我选好名啊 菲利普选 菲利普 我的名字叫菲利普 我是一个普通的香港人 我是一个普通的香港人跟大家一模一样 我在这里图身图障 我只想讲一句我就是香港人 我们也是这些草事分子是香港警察不是其他人 这里的清真室被破坏 那你自己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他们正在挑战我们伊斯兰教 他也挑战我们在香港的伊斯兰教 他们不知道尊重人的宗教 这不是香港有宗教自由吗 如果同一道理他会不会去特首府喷这些东西 如果同一个道理他怎么会对特首府里面去喷这样的蓝色水 所以Mr Khan can I please ask you can I put this on you OK 谢谢 就他刚表示说那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个特首府去喷这样的喷剂 那他们怎么可以在清真室喷洒这样的蓝色喷剂 我代表不了其他人我只可以代表自己 我代表不了其他人我可以代表我自己 我觉得大家最怕的就是警察 现在香港人最怕就是警察 最怕林郑月娥而不是示威者 不管他头痛也好怎么样也好 我们希望他下台 也都要重组 而且要重组警察要重组警队要重组警队要重组 他们的指引应该要重新定立他们的停止暴力 他们要停止暴力 我们的愤怒 为什么你们来搞我们的清真室 为什么你们过来搞我们的清真室 为什么你们过来搞我们的清真室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警方的水炮车又继续地出动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的民眾 這個水泡車經過之後 他們捏著鼻子 就像我們剛才前方記者有提到 這個水泡車不僅是用水柱 來噴灑民眾 不是它水柱的威力 而是它這個液體裡面 所夾帶的這些化學物品 其實有強烈的刺激性 而且裡面不清楚裡面 到底是有哪些化學物品在裡面 所以就是經過的朋友 只要聞到那樣的空氣 其實都會很刺鼻 而且非常難受 那這個液體只要沾染一點點在身上 不是只有水柱噴灑到 是沾染到那些水氣的話 你全身都會紅腫 而且會灼熱